假設通知到領事 我跟妳講 比如說真沒男家的例子 有聽到領事的情形 但是 沒領的 那他就會暫時在極樂兵營館的附馬領事裡面 然後等候領事 然後過一個時間 這時間具體的東西我不太確定 然後就會把他交給極樂兵營館 他們就會把他做圖上的工作 那樣子 那圖上就把他刻一個小小的墓碑 然後上面寫上他的名字 然後原上啦 就是名字 然後這個 就是槍絕的日期 所以你現在等下去看的所有的墓碑都是他槍絕的日期 那 大部分沒領事 這邊的比例裡面 外省級一定更高 因為就是 外省級大部分沒有親人在台灣 所以就不會有人領事 那因為這後期的部分就剛才講的 就是 蠻多的就是沒有人領事 就會被送到國防醫學院當首位大體老師 這邊其實 我多講一個故事 就是